然后底下呢 我们要说一个 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叫Jazz 这个东西 其实来讲 单元测试的框架有好多 但是这个里边呢 我们用到的这个东西呢 是要解决 因为测试 永远是免不了要出的问题 那么在这块的话呢 那么你要能够理解 整个这个单元测试里边的 这些东西 那么首先我们怎么去 做一个单元测试的东西 到这呢 我先把这里清理一下 我先把这几个log删掉 好 那么在这儿 完事以后的话呢 那么把刚才的这个去掉 然后把这个开关关掉 对 把两个lint的开关关掉 好 那么把这个lint的开关关掉以后 那么底下呢 我们要开始来 搭建整个单元测试的框架 那单元测试框架呢 首先来讲呢 我们要安装几个东西 这个第一个呢 有人说FFPack 我们不是装了吗 对 它这个里边 其实是杠D的 这个跟那个杠 那个什么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杠 杠G那个全局的是不一样 这个反正是需要 你就甭管了 反正你就 你用它的东西 就跑不了 应该是 这个是Command Line User Interface 大概是之类的一个缩写 我们不管它 我们减号 在这减号D 那么用杠D的方法 再安装一遍 在本地 稍微有点慢 我喝口水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们要安装 say NPM i JEST 这个我们要 装到某一个版本 因为它后边 那个版本 好像有点小问题 我现在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出那个问题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装到一个 烧前面的版本 只有这个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地方都没问题 就是你不是要装 最新的JEST 要装到23.6.0的 这个版本 装到这个版本 所以这是因为 它这些都是开文设计 自己在开发状态的 所以背部有时候 有点什么错 然后跟你这边 就融合不了 那么有的时候 你不一定说 用最新的 OK 那么你把这个 这个JEST也装了 然后呢 还要装一个 就是 CNPM iJEST Wivepack -D 这个JEST Wivepack 是跟Wivepack 合作时 所需要的 用得到的一个东西 OK 那么这 现在这三个都装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 然后底下呢 我们开始配置 package -JEST 然后呢 我们要 在这呢 有一个 首先要 要 现在我们要先加一个东西 原来我们一直用Wivepack 原来我们一直用Wivepack 的时候 Wivepack缺少是build的 你知道吧 我们在这 把写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我们写 这个地方我们就 你看它的script 就只有一个test 我们没有 我们直接Wivepack 进来什么都没有 它就直接运行那什么 但事实上来讲 这个地方 是可以 可以有script 也就是说缺省 你什么都不写 正常我们是build的 我们写成这样 明白吧 那么如果是这个test的话 我们绝对不能直接用build的 那个东西 如果是test的话 我们要把它改写一下 test的是什么样子 是要用刚才这个justwebpack 而且你刚才已经安装了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看一眼 这个东西 它应该是能够运行起来的 justwebpack 我不知道打-v能出了 等会 webpack因为它安装的时候 是-d的 所以这个你运行 它是找不到的 但是它在底下 你拿npm去掉它的时候 是可以的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就把script 现在这个状态改成 这边是build的时候 是webpack 然后test的时候 直接掉jazzwebpack 然后这个东西就直接 现在它在npm底下是可以运行的 那我们比如打一下npm runtest 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掉下来 但掉下来以后 它现在给你报错 它报错报的是什么 因为是no test 放了 这个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没写test case 我们底下啥都没有 所以它就这边就会给你报一个错 这个就说明它这个整个test 能够起得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配几个东西 第一个呢 我们要告诉它 我们测试的这个文件夹在哪里启动 这个东西配在哪里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都要做哪些工作 我有时候也不记得 这个地方写错了 我们来消改一下 这个 这个命令好像就是还写颠倒了 是runtest 因为 所有的那个 就是我们写在script里面呢 所有那个东西都是能拿npm来掉的 就是我们写在这个地方的东西 就是写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这个这个script 然后拿npm run什么东西 后面写这个词 那么它就把后面这个扔出来 理解吧 然后在这的话呢 那我们要加另外的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是啥呢 这个配置是我们要配置just 配置just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告诉它的根目录在哪里 也就是它的roots在哪里 它的roots呢 我们能给一个位置 就是 当前目录底 因为这是package 当前目录底的test 这个位置 ok 那么它就在这个位置了 那它在这个位置以后 但是它在这个位置不管 这底下没这文件夹啊 这是你要先把这个文件夹建出来 就是test 好 那我们现在把文件夹 test的这个这个东西整个建出来 然后我们看下一步要做什么 然后呢 这个加完这个 那个jack webpack 加上test以后 这时呢 npm可以run test run test的时候 这时你要添加测试中力 你要不添加测试中力 它还是给你报错 你可以看一下 对 它还是给你报错 因为你这底下没东西 但是它报错 刚才就是什么 是no test放的 然后这个 也就是说 它到这个底下 make sure jess configuration does not exclude this dictionary 别管 别管怎么样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要下到这个里边去 写几个case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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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